看七战神学吃起小达我九哥 我们来到鸡岗的三舱 前面有个人跳了过来 他也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又退了回去 不过他躲的这个位置 高度并没有掩盖住他 把他给直接放倒 但我们听到左边还有脚步 先卡了视野 去看他位置之后再一个地铁枪扫射 这个人头就可以直接补掉 以后一个的钓鱼就好 我们继续的卡一下这个舱口 身后突然被打 这个子弹在我们头边飞过 还好是没有打中 想冲过来闪身直接放倒 那现在是连续击倒了三个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在前面集装枪 已经被我们给听到脚步 急速冲的想冲过来 但是我们这边是早已准备好 把他给直接带走完成灭队 我们随后开车来到皮城 还真的有人 我们撞倒一个之后 就可以在这边钓鱼执法了 等他队友过来 前面有个脚步 这一招真的是屡师傅爽 我们再次放倒一个 我们继续的在这等待 他剩下了队友 前面马路上有个脚步 我们再提前去预秒好 他毕竟是要过来的 不出意料 把他给放倒 那最后一个人的话 也是没有出现 我们随后就来到了 皮城旁边的一个野区假车库 除了去用肉体冲楼之外 我们就可以通过丢手雷 去炸一下对方 不过这个顺暴雷的话 捏的有点太久了 我们再丢一个 这个时间感觉就掐的刚刚好了 但是居然还是没有倒地 不出意外 应该还是有 把他给炸成残血的 这边果然看到他之后 两枪就直接击杀掉 开着一个马上叫没有油的车 想去换一下吉普 遭遇到了一辆车 对方的话也是有点刚啊 直接选择了原地下车 先尝试扫一下 但是这边的话 草地实在是没有办法 直接扶地之后完全看不到 我们就先来到这边厕所 然后封一下烟雾 把这个左边 还有我们的一个车 全部封上烟 因为我发现这个厕所的话 也不太好打 而且还容易被灌雷 我们想去开车转一下 换一个更好的位置 但是对方的话 开始对我们进行Boss扫射 那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被强势的停留在这里了 他再扫我的车 我们就趁机的把他给击倒 那他的队友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吧 不过去救 哎 这里果然 他是准备跑起来了 还没回到车的眼底后面 就已经被我们给击倒 我们确定是只有两个人的 就可以过去 补一下人头 打一下自己需要的装备 但是有个摩托车 突然冲了过来 这个速度还好对方是摩托 不然的话就被他给碾掉了 一波跟车掃射 又一个人头到手 摩托车的一个车速是比较快的 但是其实还是要舍皮一下 像那种直线的跑的话 还是很容易被打 我们想补一下人头去舔包了 突然的一个枪声 我们就先退回到车的后面 那锁定他的位置 我们再进行一波反打 差点就被他给偷掉了 这前后可能是一个私人满编队 不过他们四个人 通过三种方式过来 也是有点奇葩 我们就来到空头附近 来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伏地魔 这十有八九就是 剪完空头在这里 当伏地魔阴人的 我们就把它给击杀 是一个毒狼 随后来到这边的一个 假车库房区 这里里面有个脚步 而且里面还停了那样吉普 我们现在这边卡一下 确认对方的位置 来到楼上看一下 他好像不在楼里面 是翻下去了吗 我们继续卡一会 但是这边卡着不要紧 这卡着卡着 怎么脚步声突然变多了 三个脚步音至少 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确认一楼有一个人 直接冲下去 先放倒一个 然后我们就赶紧的 进入到一个小房间 千万不要在这里 因为他队友肯定会支援过来 果然 我们看到一个之后 闪人出去 他又缩了回去 我们的话 其实被他们给发现了 我们就马上翻出小屋 听到了他在开枪 但是这个枪声 不像在打我们这个位置 让他在这边角落躲着 把他给放倒 继续听对方位置 前面有人过来 看到他想扶队友 直接抱头倒 还有脚步 确定是个私人满边 他可能在卡着前方的门口 我们就从外面绕一下 第一时间看到他有点尴尬 没开出枪 我们就再跳出去 但是对方已经反应过来 不过还是为时已晚 就这样通过听声边位 把对面不停地绕 绕懵就对了 我们看这里有个倒地的人头 我们就把他给直接收掉 没自私 我们现在在安全区 那个中心点 反空洞的门口 我们就不停地去看一下四周 因为我们是中心点 所以说四周可能随处都会有人 前面圈面果然是发现了一个伏地魔 一缩子弹按到底 不能让他躲到石头的后面 然后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方向 我们看前面防削人还在跑毒 而且好像人数挺多 像是一个满边队 我们先把这个毒圈里面 扛毒人给他击倒 因为这样的话 对方就会被毒给毒死 就不用我们去补人头了 我们看到有两个已经进圈了 这边的话两个是被我们 有一个打伤的大惨 但是侧面有人在输出我们 就有点可惜 我们没办法第一时间把他给解决 不过我们补好状态之后 可以再从这边 侧面的去绕一下 看能不能看到他的位置 有个人想跑到石头的后面 把他给击倒了之后 但是左边的人又是想打我们 先趴下看一下对方的位置 没有找到 我们就先回到这个疏后 加好血量 前面坡下有枪声 他在打另外一队 我们就刚好是偷了一个背后 把这四个跑毒的灭队 那我们的话 知道他之前在看前面这个防空洞的 而且之前这个前面防空洞的方向 有人在打我们 但我们没有第一时间 把这个跑毒的私人给解决 我们也是发现这个伏地魔了 而且旁边有个人想 蒙到我们近点 听到吊布就直接冲过去 把他给击杀 直死了 最后的一个对手 他这边是跑毒进一圈了 而且大家我们上面 我们这个地形比较劣势 先稳一手 争取吃鸡 这里听到对方在嗑要的声音 我们就抓住这个石鸡 冲过去 把他给直接击杀掉 这个时候对方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反抗余地 最终28杀 成功吃鸡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